歡迎收看臺灣最前線 我是褲長江 宜蘭南方澳的跨港大橋崩嶺 沒有人救災還在進行 但是有人一直在噴正在嘴嚷 甚至傳假消息 包括三年前的檢測報告 說這個鋼索生生其實是沒有 還有哪有的社團韓粉叫東西的 民進黨宜蘭館長要出的面對 甚至發生這麼大的意外 反對黨沒有在關心 電動一直在做政體操作 是想要把整人都塞好民進黨嗎 事實上1999年是國民黨執政 這宜蘭館港口的建設 是最重用跟省政府的一款 哪有是騙人不知道 也特別要去操作 這種操作很好 對自己的選情是不是電動有上來 而且當初設計的亞新工程顧問公司 是跟誰的關係比較好 第一時間就想要推下這件 是不是代表他的問題最大的 到底當局的原因是什麼 今天的節目 我們有頭部公會的專家來說明 連華總統大選最新的發展 今天進入最末100天 韓國族的民調越輸越多 連返拿的支持也減少 有人建議在處來顧電費 但這也不是初選還有什麼定位 重要的是韓國族 有條件他的選政策略 也是相互矛盾 他發佈新的青年局長 看起來是想要的少年票 但是當中央想要開讀青年軍的李政浩 怎麼會這樣呢 還有韓粉嗆聲要抬黃捷 高雄執政策略營啦 市長已經複雀過了 所以跟韓國族就無關係嗎 那有這麼簡單呢 韓國族如果越來越接近幫忙 這樣送出路的機會是不是越大呢 陳民黨這張票 這張選總統的門票是不是越來越大張呢 還有統促黨早在台北車頭 違法一會 要競逐中國的國慶 都進行到要結束了 才讓警方強制驅離 市政府實現2400塊啦 是不是太客氣了 有人在問說市長在哪裡 怎麼會統促黨這麼豪大呢 今天我們這部中都有上色的分享 先介紹來賓 在我最初面的題目是 民進黨立委員葉宜智英 中將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各位民進黨 各位同期 完成之中 全各位鄉親大家好 還有資格的媒體員吳國棟 大家好大家好 再來是國民黨溫泉副主委黃子哲 陳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資格的媒體員邱明玉 大家晚安 還有資格的媒體員周年晃 周年晃大家好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的土木技師工會副理事長賴建宏 大家好 我們先來關心斷橋原因到底是什麼 來看VCR 車來車往的南方澳跨港大橋 突然崩塌震驚全台 現場畫面更是出目驚心 橋體崩塌前的最後一秒 右邊數來第六根鋼索突然斷裂 接著是八九十十一 通通承受不了重量 最後整座橋樑塌陷 看起來好像是剛那個吊鎖 這一個中間的偏右的這一根先斷掉 然後再從六五四三 逐一的這樣斷掉 由於跨港大橋是亞洲首座 雙岔式丹拱橋又臨近蘇澳海岸 外界質疑難道是海風吹拂 導致鋼索應聲而斷 更傳出105年進行橋檢的漸行科大 曾經反映鋼索秀石問題 鑑行科大在160年的時候 他們中心現在表示說 就已經發現有秀石報告 當初宜蘭縣政府有寄給我們 請我們做相關的改善 裡面沒有發現說鋼索秀石 今年大概我們都會編列預算 去做相關的巡檢 那巡檢發現的一些缺失 我們當然應該去改善 港務公司發出新聞稿 針對當時發現的缺失 包含混凝土裂縫 鋼筋秀石 落水管老舊等 並未提及跨港大橋有纜神 也就是鋼索秀石清新 應該是105年已經做過相關檢測 那106 107我們都投入改善了 依照這個鋼購橋樑的檢測規範的話 是兩年要檢查一次 但是如果管理機關 我管理機關同意的話 是最慢不能超過四年 我想在設計的時候 考慮功能安全應該是第一 不應該只顧景觀漂亮 而忽略它的功能和安全 好 我們看到自從發生斷橋事件之後 現在救災都還在進行 那現在相關的斷橋原因 外界正在尋找 我們看到現在外界整理了一些 可能斷裂的這個原因 包括是不是地震或颱風 同時來加重 再加上它的這個長期載重 這也是有可能 再來就是說 鋼索焊接的地方風化生鏽 而且沒有維修呢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再來就是說 新建跨港大橋的時候 是否有可能偷工減料 或是設計不良呢 再來就是歷年的橋樑檢測 沒有經費也沒有確實嗎 一一的這些我們都要相關的來檢驗 那今天所傳出的這個訊息 包括鋼索跟鋼筋 這是有不一樣嗎 好 我們看到是不是有 因為歷年的這個檢測呢 所發現的這些到底有沒有實際去做 包括我們看到這個2016年的檢測報告 當中就有顯示出鋼筋除鏽 並且已經進行這個完成 那但是呢 媒體傳出似乎是有鋼索生鏽的情形 但當中是不是有不一樣呢 我們稍微先請專家再來幫我們解析 先請教民喻這部分 現在包括這個所謂的檢測報告 跟媒體所實際呈現出來的線索 是不是有所落差 讓外界可能會有些誤解呢 這個南方澳跨港大橋 昨天第一時間發生這個意外 那當然就是說除了搶救 這個大家非常關心之外 大家就現在在檢討的是說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南方澳跨港大橋 二十年了有人認為說 其實這個橋沒有很老 那怎麼會在這個一瞬間 就這樣子突然的崩塌了 那當然昨天原因眾說紛紛紜 什麼颱風啊油罐車啊什麼的 那看起來其實今天動作很快 在立法院的時候 剛剛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這些官員來報告 那現在目前為止 都把這個原因是鎖定在 這個鋼索鏽石 剛剛有這個新聞也呈現了 是第六根的鋼索鏽石斷掉 然後再造成一個骨牌的效應 包括這個整個橋墩都坍塌了 好那大家就好奇的是說呢 那這個當然要先追究 這個維修的責任嘛 因為後來又有開始延燒到說 什麼是誰建造的啊 然後什麼誰任內建造的 但是呢現在大家比較重點 是在看在說 這鋼索鏽石 那大家就查到說 原來是一百零五年的時候 因為他幾乎是每兩三年 就要負責一次檢測嘛 那所以剛就有提到說呢 昨天這個有一些媒體新聞 就先跑了啦 包括就是說 這家媒體就有寫到說呢 這個一百零五年的 這個檢測報告 一百零五年的檢測報告 就已經有提到了 就是說發生了這個鋼索鏽石的 這個狀況 這個而且不只一家報 我必須必須坦承一家報 那你看這家報紙也很 你看這個標題這麼大 他就說三年前的這個市井是誰漏接的 對 所以很多的媒體就直指說 其實三年前的這個檢測報告 就已經市井了 跟你講說鋼索就有鏽石 那今天大家就有繼續追查了 後來才發現說 哇 我們這個南方澳跨港大橋 到底是哪個單位在負責 原來是臺灣港務公司 下面的基隆港務分公司的 高蘇澳港的營運處在管 那他們當然就是說 沒有這個能力去做檢測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要外包 所以他們就外包了給一家叫做 這個 剛剛大家有提到 就是這個建型 建型科技大學 建型科技大學 它其實有一些問題 我們待會再來再來提 那就是說宜蘭縣政府 就委託了給建型科技大學 那到底有沒有提出說這個市井 有沒有提出說市井是這個鋼索 秀石這個部分 結果今天這個宜蘭縣政府 因為大家都說你拿出報告 拿出報告來嘛 檢測報告 因為他昨天第一天 第一時間確實是沒有拿出來的 那可能他們真的發生事情之後 翻箱倒櫃 今天就終於把它拿出來了 今天在這個立法院質詢 待會委員也會說得更清楚 你看包括了這些這個報告 有三頁 泱泱灑灑 大概三頁三頁的部分 那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真的就沒有寫到鋼索秀石 真的真的完全沒有 所以就一開始說鋼紙跟鋼索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鋼紙是在這個混凝土裡面的 那鋼索都大家知道嗎 就是那一根嘛 那真的裡面我們真的看清楚 包括有鹿燈混凝土 鋼紙秀石 還有混凝土的修復 揚揚揚揚揚 包括什麼落水管 這一堆的 真的我真的很仔細的研究 因為他真的葉數不多 三頁 就真的他所有的報告 所以那個報告裡面沒有提到鋼索秀石 對 是鋼金秀石 對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如果說那個 健行科技大學 健行科技大學 如果他有覺得他有冤屈的話 那我覺得是不是 他應該要出來說明 因為目前為止 交通的部的報告 確實是沒有鋼索秀石 這個部分 那我再回到 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為什麼大家會 今天還有進一步的質疑到說 那個我們剛剛提到的 健行科技大學 他有一點點的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對 就是說你看 這個計畫 這個負責 負責維修 我說負責維修的這個計畫執行人 這邊寫得很清楚 就是健行的這個科技大學 他的計畫主持人是陳明正 那他連續 他其實的這個委託 是從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五年 看起來是每兩年 就委託給他去做這個計畫執行 去進行維修 那你看一百零三年 是宜蘭縣政府給他的 九百七十萬 這個是限制性招標 那你看再來一百零五年 同樣的還是給這個人陳明正 然後也是健行科技大學 然後當已經這個金額是九百九十六萬 然後也是限制性招標 好 那我們質疑的是說到一百零七年了 這個陳明正 他已經不是健行科技大學了 他已經是換了一家 他自己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主打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還要進一步追查 叫萬喬峰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等於說陳明正 他已經不是健行科大的了 他是已經到了自己的一家 這個萬喬峰 這個工程顧問公司 他得標就對了 還是限制性招標 而且金額越來越高 是一千一百二十四萬 那所以我覺得宜蘭縣政府 必須要合理的說明 為什麼是跟著這個人走 如果你是包給健行科技大學 那你就當然包下去 對 但是你似乎現在看起來 是給這個計畫人 就是每一 每兩年都給他 他即使換了 也給他 也是跟他走 對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信任他 連續都交給他做好幾年了 對這個 而且是限制性招標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宜蘭縣政府 現在兩個 兩個嘛 就健行科技大學 如果覺得他有委屈的話 就是說這個感覺 就是現在交通部 是把他推給健行科技大學 就說 你的檢測報告 沒有鋼筋鏽石 這個部分 沒有鋼索鏽石 沒有鋼索鏽石 抱歉 就是說他願不願意背 因為他看起來 他好像 我今天看到媒體有講說 他還是覺得說 他有提出是鋼索鏽石 那他要不要出來講清楚 那還有為什麼都是這個人 對 小一姐講到這個 我先補充 不然大家訊息會錯誤 事實上那個 宜蘭縣政府已經有出來講了 就是說 事實上檢測這個工作 這個任務 應該是港務公司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橋建好之後 就移給港務公司的 移交給港務公司管理 沒錯 那為什麼會那個檢測報告 是由縣政府委託 這個建行這個大學去做呢 事實上這個什麼 這個宜蘭縣政府交通處的處長 黃志良 你出來講了 他說這個是美麗的錯誤 就是說他們在縣府 他們自己有橋樑 屬於屬於縣府的橋樑 那他們因為登入錯誤 把這個橋呢 也登入在這個蘇澳政公所管轄的 所以呢 他們就 還有這樣子 對 沒有 所以說他們就當時就做了檢測報告 所以才會委託 是因為這樣 可是後來 所以他們為什麼 剛剛小玉姐說 有做了103年跟105年 所以後來他們就做了以後 他們發現這不對 這不是我們所轄管的這個橋樑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檢測報告 給了港務公司 所以其實這個宜蘭縣政府 坦白講 你要去他們去擔這個整理 是沒有道理 因為不是他們做的嘛 那所以說這個 就是說後續 坦白講 現在這個宜蘭縣政府 也希望說港務公司 過去103年以前 因為照規定 每兩年到四年 最少最晚四年 你一定要做檢測嘛 那過去的檢測報告 能不能也拿出來 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過去的檢測有沒有問題 而不是一直在focus在105年 當然105年這個也很重要 可是就是說事實面 還是要必須呈現出來 不管現在這個橋樑 到底是說是誰 是主管單位 但重點是說 這個檢測報告 或執行的單位 有沒有確實 我們要請教副理事長 怎麼樣看這個檢測報告 如果顯示出來 是一個鋼筋鏽石 那也的確有做除鏽的處理 但最後感覺上 或說是按照實際客觀來看 是鋼筋斷裂 導致整個橋體崩塌 那你怎麼看 這當中的一個差異 那因為訊息其實有落差 恐怕也讓大家能夠清楚了解 這個鋼筋跟鋼筋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以交通部目前所規定的部分 當然它橋樑檢測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定期的檢測 基本上兩年一次 一個循環 那當然還有一種叫做特別檢測 特別檢測就是針對這個橋樑 它可能遭受到有台風 或地震侵洗之後的特殊狀況 必須要在現場重新的做一次的特別檢測 這在整個交通部 部班的一個相關規範裡面都有明定 那當然以橋樑檢測來講 它的整個做法 它是必須藉由相關有經驗的人 在現場藉由你的眼睛去判斷 看出來這個橋樑哪個地方 已經發生了一個損害 或者是哪個地方已經產生了裂縫 裂紋 逐一的記載 然後到根據這個整個調查的結果 到後面提供一個整個修復的報告 那當然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宜蘭縣政府 所揭露的這一份的一個檢測報告 裡面提到的工項 那裡面的講的那些匡列那幾頁的報告 其實就是所謂的修復工項 這修復工項其實大概可以用這張圖去解釋 就是 這個就是段落的 這張圖是在整個斷橋之前的一個全景照片 那這個白色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謂的鋼拱橋的主橋段 那除了這個位置之外的其他的這一些部分 這些都是叫做所謂的混凝土橋 或者是玉立的樑橋 那以它的整個檢測報告的修復工項來講 它裡面提到其實相當多的一些混凝土裂縫 或者是鋼筋除鏽的一個處理 它的範圍根據我們的判斷應該就是在這一個 在這一些的混凝土的一個構建的部分 那就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沒有明確的去提到 相關的修復的工項 也難怪就會產生就是大家去覺得說 為什麼明明好像鋼筋跟鋼索 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覺得說 當然這個其實是修了A 不是修了B 到底這個過程裡面 鋼索在105年度的檢測報告裡面 到底有沒有去發現說已經有相關的劣損 或者是有瑕疵 需要去做進一步的詳細檢查 這個是到後續必須要去了解 跟進一步追蹤 副理事長 那你剛剛有說的 這些檢測是用目視看嗎 也就是說除你看到鋼筋生鏽 那顯然是目視可以看到 那通常能看到的是橋體 可能是在橋的底下 你可以看到它生鏽 因為它可能最接近海面 是不是那個地方最容易生鏽 那我們說的鋼索 是這個整個複合橋體的鋼索 連接到那個拱橋的這個部分 那個部分是不是因為位置很高 有辦法爬上去看嗎 還說都只是用目測而已 橋樑檢測當然就是以眼睛的目視判斷為主 但是其實它會藉由相關的輔助的工具 比如說像這座橋其實這麼高 在這個區位的地方 在這個拱頂的地方 其實在整個用眼睛看其實一定是不會看到 但是以現在的整個相關業界的一個檢測的科技 其實都用所謂的空拍機 空拍機然後再搭載的一些攝影的一個功能的一個 一個儀器 然後整個飛到上面去盤旋之後 然後再藉由後續的一個影像的判讀 去檢視說這個相關的街頭地方有沒有相關 產生一個瑕疵 甚至人家懷疑的生鏽的問題 這個是在整個業界會去做的 當然另外一種做法就在兩底的部分 因為這裡剛有一個河道 這個以一般來講人一定走不到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就會藉由一些船 或者一些木法 組法的部分 讓相關的檢測人員到最近的地方 然後再藉由高倍速的攝影機 或者是照相機 去把一些相關的位置影像 擷取之後再藉由內部的一個分析 去確認說這相關的構建是不是已經產生劣損 那有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現在檢測報告是沒有看出 這個鋼索有生鏽的情況嗎 因為沒有顯示 所以是不是無從判斷 當初在檢測的時候到底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做到位 還是說只做了這個橋底的這個鋼筋的除鏽 但是鋼索可能連檢測都沒有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以目前來講 因為所登載的一個資訊 主要都是提到所謂的修復的功項 這些整個縣政府報告裡面 其實就只有寫那個修復的功項 但是其實這過程裡面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在整個檢測的過程裡面 它必須要去填列相關的調查紀錄表 那這個調查紀錄表到底有沒有 針對這些的每一個構建 每一個結構單元 去逐一的去做記載 這個是到後面必須要再進一步去確認 就要做更詳細就對了 因為如果說只是鋼筋鏽石 那問題是橋畢竟還是斷了 那為什麼原因 就是說既然你鋼索沒有生鏽 或是說它的檢測報告沒有呈現出來 但是最後橋是斷了 那你就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很難去判斷到底斷橋的原因是什麼呢 當然因為大家現在懷疑意測的 就是說它的鋼索是因為生鏽 當然其實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說可能它遭受到車輛的鑽擊 而產生了一些構建的裂損 這個是隱藏的 但是這種東西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都必須要再進一步去確認 你說可能附近的工程 可能再來消破塊 可能有超出這個橋的負荷 造成一些隱性的破壞 還不曉得 這個可能或者是說曾經發生過小車禍 去撞擊到這個整個那個 所謂的鋼索的套件 那只是說 因為車輛事故已經移除了 那這種東西看起來表面上也沒有損傷 就像那種去撞到就來胸 當下你也沒有發現 是不是有可能檢測也看不到 看不出來 當然 但這種東西就變成說 這個每一件事情 針對這個橋樑的維護管理 你的重視的程度 比如說你在這種特殊的橋型裡面 它發生了一些車輛的撞擊 除了事故的一個排除之外 其實就這種整個結構體裡面 有沒有產生一些結構上的一個損傷 或者是更嚴重的一個破壞 這個都是必須在那個當下就要去做確認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再去回溯說 有沒有曾經過 因為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會比較不容易去理清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在整個檢測報告裡面 如果真的要去詳細的去了解說 到底這個鋼索的生鏽 假設真的有生鏽的情況之下 在105年度的時候 它的整個調查過程裡面的 相關文獻的記載 這個是必須要整個報告拿來看 不是說以目前登載了幾個區區的 三頁報告就要了解 副理事長稍後再幫我們做補充來 來請教宜金委員 因為你長期在交通委員會 早上的質詢 你有沒有發現這當中 到底有哪些問題存在 在裡面是沒有發覺到呢 105年那個地方政府的這個發包檢測呢 人家是整個宜蘭縣所有的橋樑做檢測 所以1000萬多不多 其實不多 那目測你說哈 用眼睛看你就要我1000萬 他是看了全部的橋樑 而且他那個看也是人家專家 專業去看他看什麼 他不是像我們說你經過一個橋走馬看花 他是要看關鍵的地方有沒有鏽石 接縫有沒有位移或者擴大 或者是關鍵的那些地方都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呢其實我認為那個價格適合你 為什麼都是他那另外一個問題 價格跟普通人看不一樣 內行人看得出問題 因為第一個就他很內行 所以他先用目測 覺得有問題才再進一步的需要用更儀器啦 或更專業再去 所以這個103年105年這個檢測呢 其實我認為看起來那個價格都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同一個人 這個我認為也要研究一下 然後呢這個沒有中央政府在這裡 宜蘭縣政府只有宜蘭縣政府做檢測 宜蘭縣政府檢測了全部他們宜蘭的橋樑以後 免費送了三張剛才明依講的三張檢測這個橋的 該改的地方給你 那這個橋其實該改的地方不多啦 照他的檢測就是有一些鏽石的地方 你應該去補補油漆啊 有些你應該怎麼樣 那應該算最輕微的吧 對 那個就最輕微 所以那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 好來 宜蘭公所就給了中央一個說 你要去改善喔 他有沒有去改善 油 他有了去改善 花了多少錢去改善 幾百萬就改善了 因為就油漆嘛 粉刷嘛 補補牆啊什麼 這個都沒有錯 錯在哪 錯在這個鋼索 斷 剛才理事長沒有講到 這個鋼索我們看到 今天公共城委員講 他從鋼索的第六條斷了 然後骨牌效應 六五四三接連斷 這一共13根鋼索 稍微有一點嘗試 我都不用學什麼什麼建築啊 圖木工程 所有要用做協商橋 或者任何一個橋樑 你不能夠有一個地方出了問題 你就像骨牌一樣全倒 你要有至少最嚴重都還有一點點逃生的時間給人家 沒有像這樣的 這只有電影情節才應該有的 只有電影情節才會有這種畫面 我昨天看了 哪有這麼誇張用嘗試想都不應該 就是說即使一根段 其他應該還能夠撐得住 至少可以撐一段時間 逃生的時間 沒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充分顯露一個問題 設計規劃有問題 一開始的設計就有問題 一開始就有問題 然後再加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來我們先說一開始的問題 我再來說後天 一開始我們這個工程啊 是怎麼來的你知道 是省政府大筆一揮給地方政府 然後地方政府誰來招標 我想這個至終在這裡 這身為一個地方民意代表 你一定覺得不可思議 這樣一個橋是縣政府的農業局 農業局的農工客來標這個船 農工客會做橋嗎 農工客的權職所在 我給他查了這裡 他做做農路 做做這個什麼 就是說他的層級太低了是不是 他做的什麼治水工程 休閒娛樂 還有什麼山坡地的這個管線 可以他的這個職責裡面 沒有可以做橋的 連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大概他可以做做 我們那個灌溉的 斑橋可能可以啦 但是做這樣一個這麼重要的橋 竟然是設計 施工 發包 監工 通通是農業局的農工客 好 那又有問題 專業度完全不足 這第一個問題 所以我說設計規劃一開始有問題 然後規劃公司是什麼 顧問公司是雅新 這個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不說 我沒有證據我不說 我們繼續查 我只是發現一個很奇怪 也蠻值得玩味的 是他可以標到許許多多 全台灣的地方政府的公共工程 可是中央政府 他不太能夠標得到 好 這是一個問題 再來更有趣了 施工的單位是誰 是一家叫做利勇營造 利勇營造就是戰利的利 永遠的勇 他有沒有永遠戰利啊 他沒有 他怎麼樣 他就只有這個工程做完 他就再見 拜拜 整個公司關掉了 收了 收了 這個有趣吧 所以後續責任要怎麼進行 這個有趣吧 你想想 就只有一個案件 你標到了以後 你做完了以後 你就關門了 是 現在責任的歸屬 恐怕外界都已經在討論了 也就是說現在責任到底是 當時的縣政府 還是當時的中央政府呢 因為剛剛一靖文所提到 這個雅新工程顧問公司 最具爭議就是在2014年的三英縣 那時候朱市府的副市長高宗正 竟然在發包之後 轉任了雅新的研發長 這就引發了爭議 那藍營現在就警咬了 當年發包動工的是 宜蘭縣長的游錫坤 來看VCR 南方澳大橋發生斷橋意外 也掀起舊責口水 藍營翻出橋樑發包到1996年1月動工 是在游錫坤當宜蘭縣長任內 到1998年完工是在劉守成任內 都是民進黨執政下完成 責任歸屬 要不要往回找到老縣長 這不是豆腐渣工程 什麼叫做豆腐渣工程 事後我們當然要追究原因到底為何 是當時的規劃設計的問題 還是在每兩年一次的檢測沒有辦法落實 這樣的公共工程會讓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 現階段絕對不是政治口水的時間點 現在應該是要如何趕快做搶救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真的不要那麼急 開始在做政治口水的攻防 綠營要國民黨別急著找罪魁禍首 當年設計南方澳大橋的雅興工程顧問公司 資本額2.5億來頭不小 曾經參與馬接醫院27億的BOT案 投資總額600億的雙子新開發案 目前正在動工的內湖行善公宅也由雅興管理監造 2014年動工的三陰縣 承攬監造顧問也是雅興 當年新北市副市長高宗正 竟然在發包工程後 轉任雅興的研發長引發爭議 但也看得出雅興和藍營關係良好 至於負責施工的廠商利勇營造公司 更是在完工後幾年就廢止營業登記 南方澳的跨港大橋垮了 現在救災都還在進行 但是在政治層面部分 是不是開始有人在噴政治口水呢 甚至在進行選舉操作呢 我們看到包括藍營的部分 就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他們的小編就PO出這樣一張圖 它上面寫說呢 民進黨宜蘭縣府施工 再来105年做了橋樑檢測 民進黨的交通部的港務局 在106 107年改善什麼投入1000萬 再来今年南方澳大橋 沒想到就突然塌了 好 這樣到底是什麼用意呢 它上面有一張小圖 它說一出事呢 PTD就上這個就帶風向了 真快 到底是誰在帶風向呢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韓正寅他們有個鐵粉後援會 他上面也PO了一張圖 他說南方澳的跨港大橋倒塌了 落成不過20年的橋樑 當年的宜蘭縣長 民進黨的游錫坤 劉守成出來面對 1月11下架民進黨力挺韓國瑜 好 請問這些藍營人士 到底在做什麼 有沒有在關心 可能還有一些傷亡 結果就急著要撇清責任嗎 急著要進行政治操作嗎 選舉操作嗎 來 您換個怎麼看 我不覺得國民黨這樣子做 對他們真的會有加分 因為過去20年來宜蘭縣 國民黨民進黨都執政過 過去20年來中央政府 國民黨民進黨也都執政過 我知道每次台灣每次發生這種重大的公安事件的時候 媒體也好很多政治人物也好 大家就開始追究原因 但是其實追究原因的目的不是要改善 是要找出一個女巫出來 大家要用亂箭把他射死 然後這事情就過去了 然後同樣悲劇過幾年之後再重演 台灣不能這樣再沉淪下去 那做這個操作很清楚嘛 你要把責任推給民進黨嘛 那沒錯 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 你就政治責任上你是蓋瓜承受嘛 這個我也沒意見 可是沒有必要去做這樣的切割啦 那真的大家開始吵 那請問亞欣跟哪一黨的關係比較 這樣吵不完嘛 不會有結果嘛 我覺得大家看到因為大多數人這是人性 大家所謂眼見為平這四個字 因為昨天大家看到畫面是那個鋼索斷掉 然後喬塌了 所以多數人會覺得說 這一定是鋼索有問題 可是對不起 我要提醒大家 鋼索斷掉是結果 什麼原因造成鋼索斷掉 我覺得這才是關鍵啦 葉委員剛剛推論我是同意的 13條鋼索 怎麼會斷了一根之後 噼噼噼噼噼一直斷 那除非這幾根鋼索同時之間 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嘛 那什麼原因造成這麼多根鋼索會同時斷掉 就是說鋼索斷掉前面一定還會有原因 對 因為當時橋上並不是說排滿了車輛 它車不是嘛 是只有一台油罐車剛好開過去而已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後要查清楚的重點 就是說這個到底什麼原因造成鋼索斷掉 鋼索斷掉是結果但它不是原因 原因可能我不曉得多少種 因為我過去自己在跑交通部的時候 看過好幾次的空難調查報告 當時的經驗告訴我 沒有一次空難是單一原因造成的 我相信這個橋樑會斷裂 它應該也不是單一原因 它可能是很多種複合性的原因所造成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討論這件事情 不管藍綠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好 操作這個事情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 操作這種悲劇 你是得不到任何政治利益 你絕對得不到任何政治利益 的確啊 就是說因為現在當然選舉要到了 那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情 要去了解原因 但不是急著去把它推卸給誰 因為你推卸的責果 反而會讓人家懷疑 你是不是在急撇責任 是不是反而是你自己的問題最大呢 來 宜靜偉 繼續你的了解 你的觀察 是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這真的跟政治無關 我們必須要很冷靜 很務實的 把真正的原因都拿出來檢討 我們才能夠往後 台灣還有那麼多橋 才能夠去做好好的檢驗 檢測 改善 所以呢 絕對不能把它政治化 我完全沒有 完全針對事情要跟各位討論這個 剛才這個疑問是非常對的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協商橋台灣現在也有很多了 如果這樣一個鋼索斷呢 會造成整個橋塌了 那還得了 這個原因是什麼 我再跟各位講 這個橋錯在讓外行的去施工 讓外行的去設計 規劃 施工 發包 我剛剛已經說了 然後呢 這整個也沒有跟內行的商量 然後大家這樣就把它蓋起來 能夠撐20年我覺得真的是 也是算是他厲害 不幸中的大幸在這一次這樣的傷亡 其實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要這樣說 你們大家知道南方澳 在假期的時候有多少人山人海的人嗎 還好不是假日耶 還好不是假日耶 還好只有油量 一輛這個油罐車 但是那一輛油罐車 就是壓倒的最後一根稻草 怎麼說呢 這個橋的設計規劃 載重量竟然高達49.25噸 我跟各位說 全台灣的橋 最高的載重量都是38到42 多少比這個大的橋 多少比這個新牢固 或者隨便任何意思 都沒有一個叫做可以載重 這個理事長請指教 副理事長 我講的都是有憑有據 竟然這個橋 他的設計規劃 說可以高達49.25噸 這是有問題的 然後所以因為他 你告訴我們說可以載49.25 結果什麼削撥塊啦 油罐車啦 蓋崗工程的工程車 來來去去 高來高去 所以有可能他內傷很久了 很久了啦 這個其實是 你全世界也找不到多少橋 是可以負載這樣 我還沒講完 照說這個橋要掉 要載重有問題 要斷 他是從中間斷 對 這個應該是他開到中間的時候 他要斷對不對 他不是他已經都到了 快越過去 快要過了 他要過橋了 這是什麼 這當然就是 其實他 這個 鋼纜的問題 換是鋼纜的問題 所以你這個原因 全部都要考量起來 重新來檢視一下 然後檢視了這個橋以後 我們應該把這個經驗 放到全台灣的橋都去檢視一遍 我甚至覺得說 台灣以後也不能夠 在 你知道 航港局 他管的橋還有幾座嗎 還有17座 那你想就知道 叫做航港局嘛 那他在他的 轄區範圍 都是港區的範圍 他還有17座腳 那在港區範圍 這個至終又了解高雄 港區範圍的 開來開去的橋 那個再重都是非常重 所以嚴不嚴重 要不要緊 微不危險 現在全台還有雲林 還有200多座 是可能是微橋 那甚至還有海沙橋的部分 這部分副理事長 稍後做回應了 先請郭東哥怎麼看 現在看起來問題蠻大的 而且在野黨 在野黨 國民黨 韓粉 拉牙 這邊是不是在做政治操作 在做選機操作 對自己的選情 有幫助嗎 每一處公安議員發生之後 這種政治口水都避免不了 一邊的紛亂 結果結果如何 只有幾年的浮遊馬就好了 到現在你看蜘蛛 還出來開機制圍法完了 因為為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都沒有辦法 用很科學的方法 把這個結果鑑定 有一個公信錄 讓全國的勞備民眾 相信這個檢驗是這樣 現在大家都說 剛剛在說到這條鋼手 現在是兩派專家在講的 哪一派講的對我們不知道 一派是認為 是因為橋面封銜接腐蝕掉了 橋面先垮把鋼手拉下來的 今天我看報紙 他講得很有道理 今天也有副理事長的一篇文章 也都在這裡面 他說就是連環剛剛講的 這個鋼手斷不是因是果 前面還有原因嘛 橋面的他也是三 這個橋面斷的這條 總共有三層 一樣是用銜接 那銜接一樣 因為海水侵蝕虎蝕 地震虎蝕 他先垮下來 把這個鋼手拉下來 所以十幾條鋼手都拉下來 這樣講就比較合理 剛剛葉宜君委員所提到 為什麼十幾條 十三條整個都下來 就是因為橋面垮了 十三條下來 不是那一條斷了 所以橋面垮 那我為什麼會說這條 就是說兩拍一拍 都是用目測 看監視帶 那個監視帶 媒體昨天不是一直在播嗎 那個監視帶第六條 不是斷了嗎 所以大家你看看 那個鋼手斷了 所以挖整個回去 轉向大家看那個目測 大家來研討 是怎樣怎樣 這樣不行 我們希望這些專家 由交通部 林交通部長 你就集合這些專家 到現場去用科學辦法 測量 然後儀器測試 然後怎麼樣 怎麼用動力 怎麼試驗給人民看 不要用目測的 這是第一條 所以我說我們的公安 以外發生 每次都沒辦法 先來打政治 口水戰 打得大家都混亂 但是我現在說 台灣現在兩萬九千幾條 的橋 除了剛才那些人說 港府局關十七條 沒有人在處理 模糊地帶 台灣鐵路局 我們一千幾條 那一千幾條是 那車要鋸梯 鐵路鋸梁 鋸梁 把鐵路鋸梁 鋸梁 那車整個都摘下去了 那又要嚴重 那又要嚴重了 那就衝暴了 這一千幾條是鐵路局自己有 檢測的一套系統 他自己付架 除了兩萬幾條 什麼人在灌 觀眾你知道嗎 我們的高速公路級 我們的公路級 負責編列預算 每一年檢修 每一年交給高通報的運輸研究所 報告出來的時候 發給每一位管市政府 說你這條橋 你管我這條橋會不會 但是管政府的回憾都是我們沒錢 沒錢對 你高通報的檢查會不會 你叫我們管政府 我們管政府沒有錢 所以這個問題就來了 那是不是交通部 你要編列預算 來專門維護全國的橋 你叫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 他根本就不願意去負這個責任 所以微橋應該在爬這角 到現在全台灣微橋 還有過六十條的那角 反正政府沒有錢 我們這麼負責 我們不知道每天塞車 每天坐那些 都不知道有這麼負責 北市最好的是陳美橋的五十檔 對 怕你說台北市的民權大橋 已經發地層下線 地層下線 現在你如果想 那個是交通最好 每天下班 上下班時間都塞在那裡 那一路去而已 不知道我請教專家 副理事長 你有去現場看嗎 也就是說剛剛國東哥 也講到關鍵 是不是橋底下或橋墩 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把整個鋼索往下拉 讓它斷裂 當然以整個橋樑的倒塌 它其實不會只是單純一根的鋼索 斷掉就造成這麼嚴重的問題 而且從整個影片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系統性的一個 結構性的潰散 潰散是同時的 而且發生的時間 大概可能連續的一根兩根三根四根 每一根的斷掉的時間點 可能其實都是只有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那當然整個問題 它是到底是說 從底下的那個香糧的一個 錨釘端斷掉 還是說上面的拱勒端的錨釘 那個連接處有問題 這個都需在必須要在後面 藉由現場的一些資料的收集 必須要去完整 當然我們也趁這個機會去呼籲 就是說當然以現在來講是在搶救為主 可是就後續的原因釐清的時候 其實就現場的一個物件的保存 這非常的重要 包含它的破壞點 甚至就是鋼索 鋼索是哪個地方的鬆脫 或者是哪甚至有斷裂 這個都必須要保存之後 藉由專家 還有相關專業人 一起去會同會看確認 才有辦法去指導 那副長現在因為媒體報嘛 全台有幾六百座 是可能圍橋 是不是還有海沙橋 你建議要怎麼做 當然以目前來講 台灣的整個橋梁檢測 其實是行之有年 只是說整個檢測的結果 到底哪一些橋梁的危害度 比較高的 其實就目前來講 其實民眾短期都不太知道 所以變成說 再加上這次的斷橋 其實造成大家都是金公司 看到就怕了 開車都會怕 開車都會怕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認為說 適度的把一些比較高危險度的 一個橋梁的危害程度 讓揭露出來 讓民眾知道 那當然民眾也要去支持 就是就後續的橋梁 維護補強 這是有必要的 不能說跟他看下去 要去金公橋 看起來很漂亮 不然派去沒在插 過去這個高坪大橋好像也有 這個有斷過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比如說質詢啊 就地方要怎麼樣去做橋梁檢測 這恐怕也是這個下一個階段 質詢的重點喔 對在這個剛剛主持人提到高坪大橋 十九年前斷的嘛 八十九年 那時候也造成二十二個人傷亡的問題 所以這個屏東縣政府就有講 在那一次的一個教訓記取之後 他現在是每兩年的做橋梁的檢測 所以現在在屏東還有另外一座橋 在東港的晉德大橋 他的那個設計外觀 跟這個南方澳大橋是很類似的 所以現在也造成當地的居民 大家是很怕人心惶惶 害怕說會不會也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屏東縣政府他有加強他的一個檢測的頻率 每兩年就做幾次橋梁檢測 我覺得這個是各地方政府應該可以去學的地方 那從這個事情看起來我覺得有幾點可以思考 第一點就是說災難事故的調查應該交有專業的單位 現在我們交通部已經有仿效美國的NTSB 成立這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要由這些專家專業的單位去做這樣的一種交通事故的調查 我覺得其他人都應該閉嘴 不管是執政黨不管在野黨就交由專業調查 今天不是說我們在節目中我們可以討論出原因 尤其是像專家像這個理事長 因為他還沒有接收到完全完整的資訊錢 他也只能用他的專業做一些判斷做一些預測 所以調查交由專業 現在不需要去找一個女巫出來 然後要燒死他我覺得這沒必要 那這個韓粉也好國民黨更不需要說利用這樣的一個災難去做一個好像說剪刀槍 剪刀槍往往會自爆 所以我覺得也奉勸國民黨不要做政治口水的政治操作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們覺得檢討起來全台灣有兩萬多座的橋 但是視權看起來是不統一的 你看有的在港區航港局 有的是鐵路局管的 有的是這個高公局公路總局 所以這一個視權的統一 我覺得交通部應該可以做檢討 台灣有時候很奇怪 像一條河一條河川 上游是一個局處 中游是一個局處 到了下游又一個局處 像上次愛河這個很多垃圾 那個環保局推給水利局 水利局推給環保局 所以我覺得這樣做沒事情 視權應該要統一這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橋樑的檢測要落實 因為目前來講是用抽檢的方式 就是說你管多少橋 你每一年來 這個抽檢幾座橋 那但是沒有被抽檢到的呢 是不是有微橋 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怎麼樣去加強他的人力 建立這個制度落實橋樑的檢測 或許才是在這個災難事件當中 我們更應該去記取的教訓 針對藍營以及韓粉社團 在網路上po這種文章 把責任全部都推給民進黨 來指責這部分 那這樣對你們選金就有幫助嗎 沒有啦我想國民黨或藍營 並沒有想要透過這個議題 去做政治操作 我覺得如果是用這個議題 做政治操作很不道德 很不應該我們反對 那事實上如果你看這個韓國瑜 事實上他們辦公室也發出聲明 他們甚至很明白的指數 就責任未釐清錢 他還呼籲民眾不要誤作批判 就是說這個事情坦白 大家剛剛已經討論嘛 責任還有在專業的調查去釐清嘛 你臺北市長我講這樣子 那不就是正式操作 那我現在就解釋 我坦白講市黨部 他發了這個臉書 坦白講大部分是事實陳述 他事實上你看裡面沒有 對啊他是在講說 什麼什麼時間點 這個橋是誰發包誰施工 那怎麼不講那時候 中央政府是國民黨 而且省府喔 宋楚瑜連戰都有 若晨的時候都有去看 剛才連這麼專業的業委員都講了 當時是連那個什麼 縣府的一個什麼農業課 去發包都這樣 他自己都很不專業了 可是省政府放任這樣的事情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覺得啦 事實陳述我覺得OK 但是如果做一些價值判斷 我覺得不好 因為事實還沒釐清嘛 真的還沒釐清 做價值判斷不好 那所以說韓粉的部分 第一個韓粉的部分 這個不歸國民黨管 而且不曉得 坦白說你都打了馬三克 我也不曉得是哪個韓粉 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呼籲不要 韓國瑜我剛剛就講 在呼籲 呼籲不要做這種批判 那事實上韓國瑜 他第一時間他還打電話 給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的縣長林芝妙 表達慰問關心 那你看有沒有什麼 需要協助的地方 那在這個時間點上 救災優先 那我們也像這些 救災的這些警 警消 還有一些救難人員 致上敬意 我覺得這個事情 不是的確沒有分藍綠 再來關心總統大選的最新發展 今天是選戰倒數100天 現在藍綠總統的這個情勢 到底是怎麼樣的發展 我們來看到這個偏藍的TVBS 他們做了最新的民調顯示 那麼藍綠之間 包括蔡英文跟韓國瑜 差距有多大呢 蔡英文分50% 韓國瑜是30% 38% 所以差距的12% 那另外也有針對這個 有副手來搭配的情況 我們看到如果是蔡英文呢 單挑這個韓珠配呢 這個部分是這個蔡英文49% 然後呢韓珠配是44% 那相對於韓國瑜單人的話 好像朱立倫是幫助了他6%之多 那跟之前那個水果報所做的 能夠強拉7% 似乎也是相當接近 所以朱立倫是韓國瑜的救命符嗎 甚至是救世主嗎 另外在政黨傾向的部分 我們也看到蔡英文是綠營的部分 高達96%是支持的 那藍英的部分呢 韓國瑜只有85% 這當中是不是有這個郭粉 還沒有歸對這樣的一個趨勢呢 但是我們也看到 現在包括藍英以及韓粉 是不是陷入一種憂慮 也就是韓國瑜的民調 一直沒有拉起來 所以我們也看到 韓粉在最近呢 就自辦民調 因為他們已經不信任 這些媒體民調了 他們就自己跑去全台各地 包括台北 桃園市等等 新竹公館 就在一些什麼 行天工 市場 還有百貨公司 他們就自己辦了一個民調 那呈現出來的結果呢 是韓國瑜大勝蔡英文 其中這個數據呢 大概是高達了70% 贏過了蔡英文 這個可以說數字非常的懸殊 那這個韓粉的部分 那韓正營這邊呢 國民黨的這個市議員呢 陳若翠 他就提議了啦 他也給這個韓粉來喊話 他就說呢 目前民調雖然是落後 但是呢 不要擔心 因為登記這個參選之後呢 還有副手人選的民調 才是契機啊 所以他呼籲韓粉呢 再加手電話 替韓國瑜的民調加溫啊 來請教民喻怎麼看 現在是韓粉自嗨嗎 甚至建議在家告電話 現在又不是初選 在家顧什麼民調呢 顧什麼電話呢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韓粉的憂慮 我們當然可以合想而知啦 那就像之前 沈智慧委員講的嘛 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韓國瑜民調落後這麼多 可能是一些韓粉 假裝在家裡等電話 然後接到電話 他還會假裝是對手 會支持蔡英文 就是要讓對手 來這個鬆懈心防 這是沈智慧委員 非常有智慧的一個 一個解套的一個方法啦 那勾起來不論是說 這個議員 或者是說這個委員 他們是怎麼樣來幫韓國瑜解套 目前上所有的民調 比如說市面上所有的民調 除了這些議員 他們自己做的街頭民調之外 我們就是說 你說一些民調 他確實是有機構效應 可是今天當你如果說 連偏藍的 我們剛剛看到 比如上T台的民調 大家在意識上面認為說 他們是形式上是有點偏藍的 如果今天連偏藍的民調 做出來的這個差距 都已經如此之大的話 那我覺得韓正寅 就不能再自欺欺人 就把頭 就生在這個 埋在沙裡 當作看不見 那當然有幾個這個危機 要提醒 就是說如果這個差距再擴大的話 那當然很多這個民眾 我們選舉投票的觀察 是這個樣子 當你民調很接近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生死搏鬥 我們說什麼死亡交叉 黃金交叉的話 你會激發這種意識 就是說好啊不能插我這一票 我就當天我一定要出來投票 就不能讓韓國瑜或讓蔡英文落選 對不對 可是當你這個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沒差啦 沒差我一票啦 對啊 反正差這麼多了 我去投浪費我的票而已 所以他反而就鬆懈 他就不去投去郊遊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的危機在這 如果他的這個民調 你一直被持續的去做 擴大到十幾趴 甚至已經快到二十趴了 那很多中間的 或是說比較甚至偏藍的一些選民 就看破了 他就覺得你這一票我沒差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現在要激發一些危機感 至少要追上去 追到像死亡交叉 黃金交叉 那你覺得他有嗎 他有什麼樣調整的做法 那就要回到你剛剛第一個問題 你剛剛第一個問題是說郭粉 當然有一些是希望郭台銘退選之後 郭粉可以歸隊 可是看起來不可能 上禮拜的那個郭總的感恩會 那你看那些老虎軍團的人 對不對 有些人哭得稀里話啦 有些人一直罵韓國瑜 就是說死都不會去投啊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之前這個韓粉攻擊的太厲害了 說實在我最近也訪問了一些欄尾啦 他們自己在節目上當然不好意思 就是說公開講 但是他們也是一直憂慮說韓粉 韓粉你不要再批評了 不要再批評 不要再攻擊別人了 因為當然大家知道韓粉是很團結 那你必須要也是很佩服韓國瑜啦 我我必須平常心講 你看不管怎麼罵他 怎麼大家就怎麼講他 他民調還是顧在三十八趴 對三十八嘛對不對 那四十四這樣 這個數字可能有高有低啦 可能隨著蔡英文的部分 那他還是有基本盤嘛 韓粉很堅實 這是大家知道的嘛 可是他們大家憂慮的是說 你韓粉沒有擴大性嘛 你就是這些人 你就必須要去抓中間選民 那抓些這個年輕人來 問題他就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韓粉把人家罵跑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你不能一直再講愛與包容 愛與包容 這已經沒效了 你看你連韓粉 包括這種我們剛剛講的 雖然指責有有澄清 可是你看剛剛那個橋樑的事件 他如果連這件事件都沒有悲天悯人的胸懷 還要拿來當作這個撿到子彈 然後去掃射政府 以為撿到槍 對 但其實完全不是 就沒有 就大家會引發反感 所以我就是認為說 韓粉太過激進 這是韓國瑜絕對一個致命傷 我最後要講啦 就是說你說這個韓豬配 很多人都包括你說這兩份民調 都講說朱立倫可以救 之前水果報跟今天的T台 似乎都似乎是不是在操作 希望朱立倫跟他配 這個操不操作這個當然是見仁見智 可是我們必須要講這個現象 這是我們觀察過這麼多屆總統大選來 大家覺得很奇蹟的一次 因為以前對我們來講 這個副手其實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就是副手只要不要扣分 他覺得他又有亮點 那可以跟你做一些平衡 我們就大家都覺得說OK OK這樣 那第一次會看到說你副手要來救主帥的 對啊 你副手還來救主帥 那乾脆算朱立倫出來選好了 今天朱立倫一來就可以拉9% 那你就跟沈大佬同一國了 那說實在 那今天我們不禁質疑說 你這個是不是母雞太弱 已經變弱雞 已經沒辦法生蛋了 你還要靠副手來救你 以前韓國瑜不是號稱 可以一人救全黨嗎 現在感覺要全黨救一人 連那個主發會主委李哲華都被換掉了 掙錢換將 因為今天很重要 今天是這個選前倒數 關鍵的一百天 明天開始就兩位數了 所以關鍵一百天 你還在選前換將 這對國民黨來講 當然大家要請指責來講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選前換將 這是一個重大的警訓 到底是什麼原因 對不對 那這個所以還有就是 副手要來救主帥 我們當然是覺得很荒謬 當然現在因為韓國瑜的這個民調 似乎是沒有這個上升的趨勢 只是說現在包括韓粉 或是韓陣營 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是用這種義和團的心態嗎 指責稍後回應 請教年華文科怎麼看 現在到底韓粉這些人 他們是處於什麼樣的心態 自嗨就好了嗎 就覺得可以這個 把這個整個的氣勢提升上來嗎 還是反而有可能是反效果 其實韓粉現在的反應 包括說他們自己去做民調 還有這個國民黨市議員說 鼓勵大家在家裡接電話 幫韓國瑜衝高 其實這是人性的正常反應 就因為你喜歡的 你支持的一個人 他的民調連續落後 蔡英文打10%以上 已經連續大概差不多 至少一個多月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了 這個時候 所有的理性 已經沒辦法去說服你說 我繼續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會贏 那只好用感性的訴求 就是我們自己來做民調 這個其實這個道理就跟 我永遠記得2000年選舉前夕 馬英九在台上宣布民調 說當時是薩卡都 連戰陳瑞扁宋楚瑜 他說這個連戰只差陳瑞扁一點點 然後大家支持連戰 我們就可以贏了 結果後來就證明連戰最慘 這是同樣的道理 這是一種策略上的運用 只是說 現在韓國瑜面對一個最大的問題 恐怕不是只有他的民調低 而是他面對兩個最大問題 就第一個他找不到他民調低的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他不知道如何突破這個困境 這是韓國瑜最大問題 而且我預測韓國瑜接下來選戰策略 他也只會越走越偏風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所有的候選人 跟政黨都一樣 當他情勢最不好的時候 他一定是在我的同溫層裡面鞏固 因為這些人是最簡單哭的 我這工國的 我們先哭我來 就一直陷到裡面 走不出去 對我先哭我來 哭我來我只有有基本 200萬票300萬票 我有檔了我比較不怕 可是這個政治上的操作 尤其就民主選舉來講 你越訴求你的同溫層 你就把中間選民 越推得越遠 所以韓國瑜現在會陷入這個困境 就他怕他的基本盤垮掉 不管你認為是25%或是30% 他的基本盤垮掉 他很怕 所以呢 你看他9月8號會辦一場 這種大型的造勢 那個其實就是訴求同溫層嘛 對 都自己人嘛 自己人越多了 再加上韓國瑜常常講話 很容易失言 所以你就會把中間選民越推越遠 然後呢 另外一方面 他的韓粉在那種造勢場合 或是在臉書的粉絲團裡面 得到這樣的激勵之後 他對外的排他性就越強 你根本聽不下跟你完全不同的意見 甚至不要講完全不同 一點點不同他就聽不下去 所以他這個就是兩種 一種惡性循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韓國瑜你有沒有找到 你民調低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這其實很多人都講過 連我都講過很多次 你民調低真正的原因 是因為你市政沒做好 你沒有心在高雄市政 你今天高雄市 你在這九個月的時間 你做出一點點成績出來 九個月也做不了太多了 我們平良心講 但是你至少要展現出來一個 我非常認真的態度 其實幾件事情很簡單 是可以做的 比如說 這個至中議員在這邊 施政報告完之後的質詢 當我不曉得 國民黨市議會黨團把他這個 改成要用抽籤的 到底是韓國瑜受益還是市議會 許康源大豬大魚 我不管 可是如果是韓國瑜 當我知道這個結果的時候 我會去跟議長溝通 說拜託 你大家盡量來登記盡量問 我在台上回答 這個是一個態度 接下來施政總質詢 甚至在可能的情況之下 你就接受完施政總質詢之後 再請假再去選舉 為什麼 因為你上一次跌倒是在施政總質詢 你應該在半年之後 用實力證明給大家看 我韓國瑜有能力做好高雄市長 因為你只有能力做好高雄市長 選民才會信任你 讓你當總統 結果你現在不斷的在閃 不斷的在逃避 韓國瑜我告訴你 這個是棒球 強投時速一百六十公里的投手 對上一個打擊率四成的全壘打王 這叫直球對決 這不是 這不是在玩躲避球 你就是直球對決 那直球對決輸了 南主帆大政府輸就輸了 結果你一直在玩躲避球 你看在選民眼裡是什麼 你不敢面對問題 對 你市政你都做不好 你要告訴我 說服我 你高雄發大財都沒做到 你要告訴我臺灣會發大財 對 恐怕智商稍微正常的人 大概都不會相信 的確 這個不敢面對問題 自己的民調就不會高 那現在因為民調一直持續的下降 讓這個韓正營 甚至是國民黨藍營陷入一種焦慮 那重點是韓國瑜有沒有去調整 他的選戰策略呢 還是互相矛盾呢 我們從市政來做一個檢驗 一個簡單的一個指標 就是他前兩天不是公佈一個青年局長嗎 那這位青年局長 我們就來看嘛 叫做林鼎超 那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背景 他就是這個連勝文的當然的基要 那找他來當呢 到底是代表什麼呢 過去不是說北漂青年應該要回高雄嗎 那他有沒有給高雄青年一個機會呢 那林鼎超是高雄在地人嗎 好像也不是嘛 所以你既然重視年輕選票 那找了這位來當青年局長 那到底有沒有搶到年輕選票呢 那你怎麼不找在地的呢 找他來就有幫助嗎 但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 國民黨今天要把青年軍的 這個朝鞋聯盟的這發起人 李正浩要把他開除 因為他最近的一個發言 當然是比較這個 可能比較直接一點 對韓國瑜有一些批評 所以這個國民黨就沒辦法接受 就區黨部呢 就建議要把他開除 那今天最近情況 應該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那之前有開除了誰 陳鴻昌 因為黨部也是開閘 他說像紅衛兵一樣 國民黨如果已經聽不去 真話跟實話 是不是也會跟這個韓正一樣 陷入一種似乎一種互相取暖 那這個像紅衛兵那樣子 像義和團那樣子 拒絕接受事實 來志仲議員你的觀察 你的了解 找了林鼎超來 能夠接受到 能夠吸引年輕選票嗎 但是另一方面又開除了李正浩 這不是互相矛盾嗎 今天如果高雄市政府的青年局 昨天正式掛牌 如果韓國瑜市長 如果聚取李正浩 來做青年局長 我覺得或許可以增加他的選票 今天就是說如果批評到他 非我族類不是同溫層 沒有對他歌功頌德 那就一律要對人家開除處罰 我覺得這個是扣分 其實我覺得韓國瑜的問題 就是說他沒有反求諸己 剛剛這個林旺兄提到的 他沒有把市政的基本功做好 這個是他最大的罩門 就像昨天青年局掛牌 他說本來是風風光光 他覺得可以做一條大新聞 可以增加他的這個媒體的震聲量 如果照現在最新的統計 好像綠黨有幫他算嗎 他的網路上的負聲量 是已經80%了嗎 那這個是前所未有的 那你今天青年局的成立 找來一個權貴來當局長 我覺得這個也不聰明 因為大家就質疑說 你局長自己就是個億萬富豪 你是要怎麼了解少年人的秀萬 所以你看現在韓粉 他們不相信外面的民調 他們要自己去做街訪做民調 然後說做出來韓國瑜支持度 有六成有七成有八成 自嗨是不會改變目前這樣的狀況 當然現在要下定論還言之過早 我認為說還有100天到數的期間 選情會怎麼變化 不是說韓國瑜他沒有機會 但是如果他的韓粉繼續攻擊別人 他就會扣分如果韓國瑜的態度繼續是這樣 就像我昨天在議會質詢說 今年的這個老人健保費 掃編了1.8億 那這個社會局他也承認掃編 但是他說大家放心 我會從其他的預算去找出錢 來補這一條 那你可以正面這樣解釋 讓這些老人家安心 但是我看現在高雄市政府 發了連發兩篇新聞稿 說議員不要造謠 在嗆瞎我說你不要造謠 你不要亂講 你不要這樣子亂講話 議員在議事殿堂為民意發聲 為這些人民的預算把關 再怎麼嚴厲也是應該的 再怎麼最高標準也是為市民講話 老人健保費不是為我自己爭取 不是為民進黨支持者爭取 裡面可能多數是你的韓粉 所以我覺得他的心態如果不改 不調整 那他最後就是自毀 就像那個飛彈飛上去 他有自毀裝置 那韓國瑜自己啟動 自毀裝置也怪不得別人 韓國瑜如果自毀 那國民黨要跟著陪葬嗎 來指責這部分 怎麼看這樣一個趨勢發展 從民調上來看 當然就是說 也許現在是韓國瑜是比較下降 但問題是韓粉自辦民調 自嗨就好了嗎 或說你們市議員 說在家裡固電話 幫韓國瑜守住民調 這樣就能夠所謂的 守住韓國瑜的聲勢嗎 是這樣子做的嗎 當然不是啦 民調有他嚴謹科學的做法 民調事實上是一種統計 那當然就是說 支持者他們要去做 什麼樣的民調 譬如說出品鑑鞭問一下 你這是什麼人 那是個人意見 這個都當作參考 那外界所做的民調 韓國瑜最近聲勢不大好 我們承認這一點我們不會否認 那我覺得面對這個民調數字 我總是比較謙卑 就是說如果數字顯示不好 我們去找出原因 看哪裡要加強 但是政策不足 還是說剛剛就市政不夠 還是說怎麼樣 言行出了什麼問題 就努力去調整 因為坦白講 因為現在整個選舉的大環境 產生很大變化 就是郭董不參與2020的選舉 本來是三腳都 現在被你藍綠對決 那你當然就是要調整你的戰略 簡單講往中間靠攏 是有必要的 你這樣講都合理 但問題是你們市議員做這種建議 不覺得讓國民黨弱智化 或是義和團化嗎 沒有啦 這是個人意見 甚至是免本堂 都要進一步 裡面 通常地的人 在圍結束 都會不會覺得